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集大关在关在把夹子强的路头啊,这种方面的话是玩具傭兵昆虫加入链,这套阵容打路头不太好赢 因为这套阵容其实牵制不太动路头的,就是昆虫入链加玩具没有特别强的一个牵制点出来 我觉得前期如果说路头以一个正常的时间啊,配合夹子能够击倒一个人的话,整个局面是一个路头保平真身 那上来用到佣兵,有勾,好的,先打一刀再说,看看情况 嗯,他这边的话是带了一个传送,那这波如果说击倒佣兵,嗯,当然击倒佣兵呢,这个不太好说啊 感觉这抓佣兵终究是不赚的,但是你,哎,我去,超远距离勾,直接一刀 嗯,刚刚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外面只有那个玩具商一个人是可以通过技能来接近目标的 其他人的话都有可能被拦在拦在半路上面 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路头要不要换个地方关,还是就尽管,就尽管 前面点是一个入练师,中场的话是昆虫玩距离得非常远 那这把群人的救人有点麻烦的,这边救人就是你这两个人,昆虫是被通缉到的 然后这边的话如果看到入练师,群人这边救人可能救不了 因为他这边有传送的,对吧,勾一,打一刀,勾,定住,然后再来防另外一边 他要把一个人卡过半,这里的话能不能,能不能,制射吗,打,还行,还行,还行,卡半就下来了 但是这个佣兵的话能走得了吗,两个户必的佣兵 这边选择反身一勾来把入练师给带了,也可以 这波打完的话基本上求人者已经是没有任何机会去保平了 保平都没有可能,入练师这边一定得交入练 直接交 然后这边的话抓佣兵也可以 有传送,其实入练师的位置能排到追入练师我觉得也可以 那这边应该是去找入练了 找入练了,因为这入练师这个位置的话不太溜得动 不太溜得动的 等你 这勾的话交的稍微早了一点 不过他勾的CD快要,那个时间快要到了嘛 所以他直接交了这一勾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下一个勾CD好了 感觉这入练师也得倒终着这边机子不够的 因为刚刚是耗两人之力来救的 然后前期傭兵也没有修过机子 等于说这边就修掉了玩具商一台 这个节奏是一个大概率的勾 有没勾到,没勾到,问题也不大 他要不要放个夹子什么的呀 再来,好,这个勾勾的漂亮 这个勾是利用勾子来转换一个位置 飞轮,飞得不错,但是这边有隔窗刀吗?没有 呦,这波飞轮可以啊,感觉 这里本来已经是倒的 我倒没想到这边入练师带了一个飞轮啊 昆虫来保一手,钩子是好了的 一钩躲开,但是没有昆虫的保护 或者有昆虫的保护 昆虫的这个虫子不在路头的前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可保性 那么现在的话,局面上稍微打回来一些啊 凭借着入练师这一波入练 然后一个飞轮的牵制 是让外面的穷者状态全部补好了 傭兵可以来救一波人 但是机子的话其实还是一个绝对的劣势 还是一个绝对的劣势 呃,这边傭兵 你说他来救,能不能救下来吧 我觉得有可能能救下来 但是救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入练师挂飞以后路头是带传送的 卡住位置了,卡住位置的话这边放甲 然后想要一勾 这个勾,昆虫挡一下 昆虫挡一下 哎呦我去 甲自强不愧是目前国服第一的路头啊 他的这个打的真的很凶悍 侵略性非常强 并且确实水平有点高 这个地下室一挂的话 穷者不可能救得下来了 来救就是两个人都出不了这个地下室 来救两个人都出不了地下室 因为这个血线是一个二挂 本身就已经很难救了 那你来救呢 这边就是两个人都出不了 这边是口子封上 确保人能够挂飞 这两个口子一封的话 穷者这边应该是不太可能把这人救下来 即便玩具商这边一个跳板 距离上没来讲也来不及 找到玩具商 胜率94%啊 之前关键的时候是96% 稍微稍微降了一点 但是这94%还是很恐怖 这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稳定带走玩具商以后 再去考虑抓昆虫吧 慢慢打就行了 因为现在还差一台机子 前期节奏太好了 前期节奏太好了 他那波双防真的 两个人来就差一点点都没有能够把他卡半球下来 无限勾拉近距离 这边这个点位的话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啊 这个点位是必导的一个点 因为这边没有供这个穷者可以使用的交互点 即便你进到板区 他的钩子也是能穿板的 打的侵略性确实很强 进攻性很强 这里玩具商教自己 我们看一下外面有没有遗产 没有遗产 差一台新机 那应该是不可能了 然后大船这里的话是夹子两个本来就已经封好的 所以说这里空那个昆虫想要操作 其实没有太多可操作性 一勾拉近距离 这边的话第二勾好的 一刀 结束了结束了 有传送的 这个时候你玩具商具修机子 就是我看你修机子 我这边就挂上以后传送来抓你 那你不修机子 我这边就传送留着回来找这边的昆虫 现在先去排那个玩具的位置就可以了 看一下密码机 挂的话呢可能会给到一个地窖的可能性 我觉得不挂会更好 如果说奔着稳四去 这个局就是一个四 是不可能有翻盘的 跑一个的可能性的 但是他挂了呢可能是排位时间就比较紧 那就懒得早了 慢慢排 因为你半选嘛 玩具商这边也用不了道具 守着地窖 好像也行啊 地窖这边封一下夹子 对 两夹封住 好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啊 他想要三夹封地窖 想要三夹封地窖 这样的话就更加稳了 三夹封地窖 玩具商这边 怎么进呢 这个地窖 跳 他就算有跳板能够飞到这个地窖口 我感觉下来也是被夹住的呀 这边等你抱乌鸦 似乎是没有机会了 这个三夹 哎呦抱点了 三夹封地窖口 有点太过于无奈了 感到不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